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5月28日 星期六 大家好 各位好 這節也是聯合廣播 我們這節要跟大家爆料 我們分析了習近平三節 究竟習近平 會對香港做些甚麼呢 我們只知道香港金融中心 是不介意摧毀的 但是我們剛剛 看了一些 舊的證據 查一些舊的證據 我們認為 習近平 是會徹底懶惰香港的地產 這個東西每個人都有關係 金融只不過是一筆人 地產就是每個人都是生命財產 每個人都是關乎層樓的 香港的經濟一好 其實主要是香港層樓升值 他們自然覺得自己有錢了 如果層樓大跌 大家記不記得03年是甚麼日子 10元雲吞麵的日子 還是每個人都在過黑口黑麵的日子 香港地產 將來是怎樣 這個就是每個人都應該關心的事 沒錯 我們這節也會詳細探討一下 說到香港地產 一定要說香港的地產霸權 地產霸權 香港真的不是現在這個年代 由 廣英年代 已經有地產商控制了 其實我們看到舊的紀錄片 李永達二十多歲的時候 抗議地產 樓價過高 已經是去衝擊的 但當時他一人去 然後 就說 抗議樓價這麼貴 每天 新聞的話題都經常來不開 樓價貴 由一千元租就貴了 幾百元租就貴了 一千元租就貴了 一萬元租就貴了 香港的地產真的很離譜 全世界最貴 所以說到最後 實際上最大的企業 最大的企業 是地產 在香港來說 其他旅遊那些全部都是次要的 還有地產商 香港的地產商 是壟斷性的 你想想 義食住行 全部跟他有關的 什麼都關他的事 我起初以為 死人不關地產商的事 原來不是 死人也有份 寶福山 寶福山 真正的老闆 不是姓鳳那個人 真正的老闆 是周大福 陰窄也做了 死也不讓你死 死也不讓你死 弄了如宇宙 李嘉誠去白街 電訊就有和記電訊 然後是交通 巴士也有和巴士也有和記電訊 巴士電車都是他們的地產商 全部都是他們的 電車是買給法國佬的 電車不是主要的 電車不是主要的 新巴 九巴也是做地產的 美新鴻基收藏 地鐵站都是地產的 香港地產商可以說是韓國業 也是被控制了 壟斷了 以往我們知道香港那種官商勾結 是勾結到甚麼程度呢 我其實之前爆發出來的 新世界 他們是供那些公務員的子女去讀書 不論你的子女 是哪一個公務員都沒有所謂 他們都供了大量公務員的子女 基本上生養死了 到了那些公務員的子女學成歸來 英國大學主要是英國 英國大學回來 香港港大學回來 就進去做AO 做官 做官的 政策 規劃環境 地政 屋與柱 全部和地產有關 整個政府的規劃 全部都離不開地產商 所以匯子那塊地是不用批的 不用公開招票 就這樣留給新世界 我1995年 離開香港之前 為什麼要離開香港呢 就是 我去投標那個時候 一個大哥大的牌 是 差不多那時候 同幾間投 我又有技術 又有科技 又懂得 那時候他們在搞兩支 我已經搞三支 他們搞GSM 我就已經搞CDMA了 變成了 我就去投 就是說我們希望將來在香港生產 生產手機 還有搞手機的行業 很多東西搞的嘛 軟件 大把東西搞的嘛 又是機站 我又搞得 那時候我就想著做 我1995年去投 那時候 香港有間管電廠的 叫Oftor 裡面我記得了 那第二把手 姓洛的那個人 根本就是跟地產商全部勾結了 是 全部勾結 那我投到最後 那時候我看到彭定康 說我這個是工廠來的 對香港的工業 電子通訊工業是有特別的 他就很好 但是他就沒有票的 他就 行政會 負責開標的 他們開標的 他就不可以開標 他就看著他們的標 那麼 誰知道根本那時候那個行政會 基本上行政局 已經是他們控制了 那些地產商控制了 最後投出的結果 全部都是地產商的 新鴻基 和基 新世界 全部都是他們的 每個人都有牌子的 我的牌子就沒有了 所以我一生氣起來 我說不要 我照樣搞 大哥大 因為我看到大哥大好賺的 那時候那塊磚頭 三萬多銀的 我那時候買了那塊磚頭 經常都用手帶著他 不夠西裝袋 又不夠大擺 那我那時候 要兩個買個套 我那時候住在康湖居 在船那裡住的 誰知道走上下船的時候 掉了下水 三萬銀 建材化水 所以我見到 我 我嫌嫌不忘 一定要 一定要做大哥大 所以我就一直做 香港那時候拿不到牌子 我知道莫希敏 而且香港老實說 是很小的 我就去新雜西 現在還想做 現在那公司還在 叫金橋 我那公司還是 胡啟立和我命名的 那時候胡啟立有三金項目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胡啟立做電子部的部長 江澤民做完之後就交給他 三金 其中一個就是 金橋 金橋 即是現在的無線通訊 Internet 即是互聯網 實際 中國人那時候不知說什麼 就譯了金橋 那我公司也叫金橋 現在這時候也在 我拿不到牌子 看到香港根本就是 地產商 壟斷了 那我就去了美國 卻知道我有很多專利 向全世界都收專利費 就是維持的 我就是靠那個吃飯的 那個就是 Cash count 這幾年的Cash count 有些錢就可以投資到別的地方 所以我為什麼投得那麼爽 因為這裡有很多錢 當然那時候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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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嘴就擠出去了共產黨那邊 就是這種男體的樣子 我說你不用做人做到這樣 原來這個字大多數人是這樣的 現在香港就是這樣的 很難看的嘛 看著董建華 那時候彭定康多重用他 原來是奸細來的 你一向都是混蛋 所以我告訴你 接下來就變了地產商治港 不是港人治港 根本就是地產商治港 整個香港老老實實說 根本就是他們所謂的事 我再講一段話給你聽 中共老早看到香港的房屋是大問題來的 香港市民 中共最怕市民造反 即是不滿意 看到那些樓價這麼升 她害怕 曾慶紅就是管香港的 那時是23條 曾慶紅已經開始 很深入香港的問題 她覺得香港的50人上街 她說香港失去管治 她那時就開始計劃 她就派人來 換了 董建華換了曾慶權 對 換了曾慶權 然後她專門派人下來 派人下來 就跟曾慶權說 再過多幾年你們就糟糕了 因為董建華那8萬5千萬 沒有做到嘛 胎死腹中 曾慶紅特別派那天 那天我就很熟悉了 派他下來 就跟曾慶權說 叫他大嶼山 開發大嶼山 將來那個地價 讓香港人可以住得起 大嶼山又有機鐵 又有公路 想著那裏開發就很容易 成功很低 又有什麼都不需要 誰知道 曾慶紅 當然啦 曾慶紅派人下來 當然想著 在大嶼山地產商 生意當然是大陸那些建築公司做的嘛 他就可以打出來 大陸那些 建築公司很大的嘛 那時候被中建 那幾家 他想著那些樓是他們建的 誰知道曾慶權 就死頂住 他後面 當然是有 當時的樓一直是 死也不賣地 死也不批地 他後面大家都清楚 香港那班 整班地產商就支持他 頂得很厲害 所以共產黨 爭到曾慶紅權死 終於搞死他 讓他入獄 這跟這件事 絕對有關的 我又想研究一下 梁振英之後他也沒有開放過的 這個問題 為甚麼梁振英自己有呢 梁振英也很想 站在那邊的 站在大陸那邊 國產黨那邊 他也很想搞 我猜他又被下面的人 拖拖拉拉 你看到梁振英這次說想出來也說想搞的 梁振英 梁振英 實際梁振英在香港沒有勢力 那班地產佬 證明不出禮賓府 他根本就是對立的 你做測量 實際跟地產佬 不是只有 他也算是很有名義的 你記不記得 大德糧行 他還從糧行出身的 他實際跟地產佬是對立的 那些地產佬是沒有騙的 那些地產佬是沒有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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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公務局 PWD 那些人全部是 還沒有退休 還沒有退休 已經幫了地產佬做事了 這節真的要爆出一個香港地產佬 勾結的情況 第一個 祖師爺 就是 鄭義彤 第二個跟他做的 就是李嘉誠 他們基本上是香港的公務員 老一輩的人 甚至不是公務員 是他們公司的老臣子的子女 公司在外國讀書 主要是英國 回來 每個人都考AO 進去 這個做地政 那個做規劃 那個做環保 那個做屋子 那個做建築處 那個做渠務 全部 跟地產有關的 他們全部都壟斷了 所以 整個香港的政府系統 基本上是地產黨在後面控制 這是真的 很多人都不明白的 李嘉誠 為什麼當時 連何鴻生都出來說話 他們肥到穿不下 還要益他 是關於什麼事 關於長實 投了廣東道的地皮 三十多億 那塊地皮真的是 每個人都買的 廣東道很漂亮的地皮 誰知道長實 就差了 起了三座的職位 不得了 上去看過 很頑皮的職位 廣景峰 廣景峰的就是 下面的商場是死場來的 死場來的 是死場來的 長實不會做商場的 那個場如果被新同機就說 第二個開港城 長實也是缺乏人才 只有李嘉誠 他的兒子 太絕了 他的兒子太絕了 令到那些 幫他蓋房子的人 人人都找不到 他就偷工假料 所有樓都漏水 長江樓 任何樓都漏水 他們認為最漂亮的 什麼半山一號 什麼紅磡國偉軒 什麼海明軒 全部漏水 說到地產 地產的命運 跟我們香港人 每一個人都漏漏相關 這個命運控制在一個人的手裏 不用說了 大家都知道 就是習近平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要了解 地產商 習近平 對香港的地產的看法 我們最近也可以參考 他在對大陸的地產的看法 我們就明白了 他怎麼做 今天看到大陸的地產 一喝眼淚 一喝眼淚 他會怎麼對香港的地產 可能有不同 可能有不同 我們就做了研究 我們下一節回來 繼續跟大家分析 拜拜 拜拜